共同的夢想家 就愛給你一份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和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子 歡迎你準時收聽我們的桃色新聞 今天請到的是姓鮑菇 蘑菇 我是艾菇 咕咕 我剛剛怎麼可以說我是桃子 我是艾菇 艾菇就是那個韓語裡面的艾菇 一種驚嘆語 今天我們要聊的不是韓國片 但是跟韓國的文化很有關係 有點關係 好 蘑菇要介紹的是 電影名稱叫醜人兒 Ugles 它是Netflix原創的一個電影 那它是屬於什麼類別 它有點算是科幻片了 反烏托邦 時代背景就是在未來將來的某一個年代 好 然後在那個年代呢 就是有點像那種世界末日類型的電影 都會說什麼現在就是我們現在生存的年代啊 因為什麼大量的資源啊或是一些 稀缺 對 都已經沒有了 然後他們就必須要在另外營造一個可以生活的城市等等的 就烏托邦 然後我們現在的年代被他們稱為鐵繡人 就我們會用石油的啦 會用什麼什麼這些 就鐵繡人 這好 感覺很好看 然後活在那種什麼原始森林裡面 然後什麼東西都要自己自主這樣子 嗯 但是呢這個新的希望 給他們的希望呢 就是他們在12歲的時候 就離開家裡 然後住到宿舍裡面 嗯 那宿舍裡面啊 是不是有點像分歧者 你們有看過分歧者嗎 還有分四派人 就是好像類似有的是農夫 有的是政治 有的是行動者 他們就只有分兩派 他們就分兩派 然後他就一直說那個鐵繡人的世界 不好不好這樣子 然後你們呢 到16歲的時候呢 就會幫你們整形 啊 你看這跟韓國的文化多像 都已經沒東西吃了 然後國家替他們整形 沒東西吃的是鐵繡人 對 然後國家幫他們整形 然後你可以選擇 都不用出錢 這麼好 我要全套謝謝 你可以選擇 全身上下你要 比方說你的眼珠想要什麼顏色 哦 然後你的髮型 什麼頭髮想要什麼顏色 不是動身嗎 哈哈哈哈 還有表示 但是 從你住進去的那一天啊 每天都會幫你掃描全身 嗯 就可能你 欸 今天什麼哪裡比較歪 或什麼之類的 骨骼 然後 每一天都會掃出一張說 啊如果變成這個樣子 你滿意嗎 哦 你為什麼哪裡想要修身 就16歲的時候 開始做這種準備 16歲就會 這個人就會 送出去 離開宿舍 哦 然後去住到對面 嗯 每天都在放煙火 然後都在開派對的一個地方 嗯 那些人就是比較完美的 美人 哦 然後你們還在這裡就是 仇人 仇人住這邊美人住對面 對因為你還沒有變身 你還沒有變漂亮 哦 然後這女主角呢 是有個奈何橋嗎 中間 哈哈哈 就有 對有點 過渡 就一個很長的橋跟河這樣 是 隔在兩邊中間 是 那這女主角呢 他就是 還有三個月 才 就會變美 就會變美 但是他有一個很好的男生朋友 在明天 嗯 就要變了 嗯 然後他們有約好說 呃 我們就算 就算你變了 你要 你要回來 你要找我 你要認得我 嗯 你不要因為什麼 你變帥了什麼 你們就 嗯 不要我這個朋友 然後他們甚至就是 還有下雪為盟 之類的 嗯 然後呢 但是這個男的啊 變了 呃 變整形了之後 去到對面 每天放煙火的地方之後 嗯 就失聯了 他完全 無法聯絡上他 嗯 他也不知道他在那邊 發生什麼事這樣 嗯 後來他就決定冒險 哦 他就跑去對面找那個男的 就醜醜的去啦 對 嗯 哇 那當然就被發現了嘛 那一直對也太醜了 就被 就就趕快 逃回來的過程中 被另外一個人救了 嗯 被另外一個女生救了 嗯 然後後來 這個女生就開始變成 他的另外一個好朋友 嗯 那這女生呢 他是不想要整形的 哦 因為女主角是一直很 想要整形 一直在等 對 說天啊 還有幾個月 我要倒數 我就要變美 嗯 那他這個新的好朋友 女生朋友就跟他說 你不覺得我們不一定要整形嗎 嗯 其實我們原來樣子就什麼什麼之類的 嗯 他其實就在討論 就是 容貌 容貌焦慮 對 焦慮的這件事情 那那個政府就是說 哦 那他們美的標準是什麼 也是就是像現在整形就比如說 一定要大眼睛挺鼻樑什麼 也是這樣的標準 對 然後就什麼身材 婀娜多姿之類的這樣 男生就有胸肌啊 哦 哇 連男生 對啊 你看 可以整出胸肌 居然可以不用運動 黑檸檬下巴 是不是 黑檸檬下巴 檸檬下巴 反正就是所有你想得到的 你都可以自己選擇 哦 哦 OK 那他這樣是為什麼呢 他其實就是在講說 一直被 現在的國家說 不好的那個鐵鏽人的世界 其實 才是真正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 然後這個國家 為什麼一直想要把這些人 呃整形呢 他就是要控制這群人 哦 用容貌焦慮控制大家 對 那就是最漂亮的 可以當什麼國王還總統嗎 沒有 你就是每天在開Party 然後一直放煙火這樣 對啊因為全部人都是漂亮的 然後如果你自己長這樣 你可能就會覺得 對 如果全 他就說如果全部人都漂亮 大家就不會比來比去了嘛 大家都一樣的 我們階級就平等了這樣 哪有平等 啊你覺得那些還沒整形的 你就叫人家醜人兒了 那生出 如果那些漂亮的人兒是整過的 然後生出來的 又要再等到他們長大再整 對 因為這個女主要 他就記得說 當初那個媽媽就一直嫌她說 你眼睛怎麼會小 還好你將來就是會整形之後 還不是你生的 就變得跟我一樣漂亮 這樣類似是 可是這個這個問題 我也想跟大家討論 因為我現在也看到一些網紅 他們會拍片 比如說你已經看慣了他的IG 然後就突然有一天 他就跑到韓國去 他說他覺得鼻子不挺嘛 三根這邊太凹 所以他就去做了 然後我看整個過程真的一樣 大家都都看過 就是比如說就包了很多沙布 眼睛也腫啊 然後也只能用吸管喝水什麼 就是很殘忍的過程 但是最後他復原之後 他那個鼻樑真的很漂亮 就雖然當然知道說 人的鼻子不可能長那麼完美 可是就他整個人就覺得很有自信 然後這個事到底要不要做 兩位的看法是 我是不會做 因為我覺得看起來很痛 Email我可以接受 但整形我沒有辦法接受 我也不會做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夠帥了 沒有再問你 你又來 乔治克隆你又來 走開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那如果說這件事會讓有些人 他做完他真的 你知道他笑起來都好有自信 雖然以前我也覺得很可愛 可是你可以感覺到他 你知道 有時候人表現出來的那個氣場 你就知道他在覺得自己自卑什麼事情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一個 雖然說你做了鼻子之後 你開始就有自信了 你覺得自己變成OK 我覺得很好 但是 會不會接下來 你過了一陣子之後 發現我的眼睛又怎麼了 所以我要去試試看 眼睛弄完之後 又更有自信 他的自信會消失 不可能一直都存在吧 而且整形這件事 它是就是 好像你動了 比方說你動了鼻子 你開始就會覺得說 像牙筷子 比例不對了 我這裡也需要動一下 就會感覺會整形成癮 因為我不知道啦 聽說很多這樣的例子會這樣 整形這件事情 如果你 我覺得很少有人是 完全是為了自己 你聽懂我意思嗎 就是他有可能是 為了男朋友或老公 被要求 或者是別人對我的 想要別人覺得我漂亮啊 就是這樣 對 或者是真的 其實 現在你看求職喔 不管哪一個行業喔 人家都問說 顏值高不高 有時候很荒謬 比如說那個警察 你看喔 他顏值好高喔 然後大家就一直看他 哇 你知道 待會我一定要講一下 我去看子瑜錄節目啊 看到了Ren 大概190的Ren 今天我們在聊的是 這部片叫 《丑人兒》喔 它是美國20世紀福斯公司的 他買下一個小說去改編的 其實我在想 他也就是針對這個世代 大家的容貌焦慮 去做的一個作品喔 因為很多年前吧 韓國有個短片 就是 我覺得相當恐怖 驚悚 就是每個人都去整形 然後他那個下巴就是尖的 然後眼睛啊 什麼就是 最後全家人長得一模一樣 喔 對 然後你都看到那個 就是很尖很尖 他們叫什麼精 蛇 蛇精 對 那時候就是 聽到說 大概是那樣的一個代表 然後呢 我剛講 我說顏值 因為現在好像 你會覺得說 什麼都需要顏值 那是去那個電視台看子瑜 錄影的時候 我沒進去發現 Ren來了 好帥啊 他今天也跟他一起嗎 怎麼那麼好 這樣 後來就發現 沒有啊 他就穿著黑色的那個運動衣 黑上衣 然後把那個 那個拉鍊拉得很高 因為棚裡面很冷 然後穿著黑色運動褲 我就很高想說 Ren有190嘛 然後我們就 又不好意思 一直看人家 後來發現他是燈光師 哈哈 他就過來這樣調燈 他就 這麼帥 你知道嗎 就是覺得說 好像現在什麼都會要求 就是說 比如老闆在面試 就算他是個 廚師好了 我們這樣講 就是不用出來 當那個 外面 外場啊 或前台的 他說 這個比較帥 你不覺得 大家其實現在都有這種嗎 所以導致現在的年輕人 連我女兒都跟我聊過說 媽 我有容貌 我焦慮 對啊 他就會覺得 我長得不夠好看 不夠吸引人 不夠什麼什麼 他們就會開始 自己內耗 你知道嗎 哦 可是年輕的時候難免吧 他又要說他沒有 沒有沒有 我 自己先把他破 喬句 喬句 你的說看法是什麼 酷隆尼 我要認真的 喬治窟窿 你說話 喬治窟窿 窟窿 對 你是喬治窟窿 沒有就是 因為我覺得啊 怎麼講 沒有人會對自己是完全滿意的 沒有 的臉 對自己的 怎麼了嗎 艾谷說 我還滿滿意的 我也不知道我在滿意什麼 可是我滿滿意的 就是 但有這樣的自信 當然很好啦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話 都有話 哭隆 就是要有這樣的自信 就是要有這樣的自信 對 我應該就是說 我想講的是就是 就是 因為你跟什麼比 是比不完的 對啊 你弄了鼻子之後 你發現一個人 鼻子很好看 很好看 你就弄了鼻子之後 比他好看 你又發現 另外一個人弄了下巴 比你好看 然後他就繼續 我就這樣是比不完的 欸 你有想過一部那個喜劇片嗎 是亞當 山德勒嗎 就是那裡面的人 有一個眉毛挑成那樣 哈哈哈哈 然後有一個 已經打肉毒打到 他喝水之後 整個滿下巴流 都已經麻痺了 麻痺了 對 很好笑 對啊 因為我覺得 都是比不完的 那你這樣 這樣何必 就這樣弄自己 你還不如活出 現在這個樣子 最好的樣子 對 我覺得那是因為 我們現在的年紀 我們已經知道 我們的年代 不是那麼要求容貌 為什麼 因為沒有 真的嗎 真的嗎 沒有沒有 我年輕的時候都知道了 我先講一下 跟現在 當然是跟現在比啦 因為現在 你知道為什麼 一個我們沒有智慧型手機 第二個沒有那麼多平台 去發美照 所以我們比較不會 然後那時候的戀愛 你就覺得是純純戀愛 不是看顏值的 就大家相處啊 同學啊 什麼那種感覺 覺得個性好啊 什麼的 很少 當然會有傳說中的什麼笑花 笑草 笑花 對不對 但是那個那個就 你欣賞他也是 那時候其實笑花沒有在化妝的 啊現在是 國小應該不至於 但國中幾乎都開始化妝了 然後化妝 那你知道這些女生也很辛苦 因為 有時候化妝術不好 然後我 有時候我兒子回來會講 他說 那個化太白 我說誰 他說同學 我說 蛤 開始了嗎 他說 對啊 好白喔 媽媽 怎麼會化成那樣 然後腮紅太紅 那你要知道這些女生有多焦慮 嗯 我說你講的是哪個女生 他說就那個那個 我看過嗎 我說 他那麼漂亮 皮膚要白白的 眼睛大大 我說已經那麼漂亮 他說 他們還是會化 他就覺得不行 然後甚至有小學生吧 有聽說 我能不能吃那個 我要減肥 我說 你減什麼肥 你現在還在發 對啊 甚至還沒開始長 你減什麼肥 那所以 其實青少年幼育有一部分 一大部分就是這個 容貌焦慮 但你要怎麼勸他 然後我跟我女兒每天講 他也是 就是 你知道 不行 我沒有長得很好看 因為他今天面對你的時候 我聽你講 但他大部分的時間 面對的是他的同儕 嗯 或是網路上那些人 他看到他還是會焦慮啊 而且其實 現在有一個讓你更焦慮 就是按讚數跟追蹤數 哦 對不對 你你你你這樣比一比 你就會想說 欸 為什麼我跟他差了 就我只有他十分之一 因為他很漂亮 你就會這樣歸納嘛 嗯 對不對 那就要學會自我安慰啦 就每次看到那些 譬如說那個漏漏很多的 對 很大的 那你就不要去按讚啊 都是喬治窿窿按的 窿窿你不要這樣子 我沒有 就每次都說 哦 這些人為什麼那個 按讚數都比我還高 粉絲數都比我還高 後來看到 哦 OK啦 因為他 身材很好 他有的漏我沒的漏 OK啦 我承認 你就可以漏啊 馬上被擠 馬上那個 查 掉粉 掉粉 哈哈哈 你又被檢舉 對啊 我就可以理解 OK啊 就是 但我也不可能就做這樣的事情啊 那 為了因為這種東西 為了因為這樣而得到的賬 我也覺得 我不需要啦 對啊 就我不想要這些這樣 可是你知道嗎 因為像小孩也有韓國同學 他們真的 我看是幾歲 真的就是 我高中吧 就 整了 就是成年禮嘛 就回韓國整了 對 對不對 就爸媽會 幫你存錢 然後就說 讓你送你去割雙子 對 然後因為我 我女兒 有時候會跟他們約見面 就說媽媽媽媽媽 她真的整了 我說你怎麼知道 她說不然呢 我是她同學啊 她說鼻子超挺的 我說哦 那你有跟她聊到嗎 她說不能 我不敢聊 這樣 大方 就是說她存到錢 她就立刻要去割刷眼皮的那種 因為她就是 刷眼皮應該蠻明顯 對 現在大家都能接受啦 可是她是那種 其實她靠化妝什麼 我覺得就已經很漂亮 嗯 真的看不出來 就是她是靠什麼化妝 弄出刷眼皮 那她割的自然嗎 我 我覺得其實之前化妝的時候 比較自然 可能還需要時間恢復 本來還想 有一盞名單說 那我要去 如果有自然的話 因為我也看過身邊的姐妹就是有 就是可能要半年以後才 最自然 對 因為還要恢復嘛 對 所以其實就 現在就是說 我覺得只要不是像 剛剛這個 喬治窟窿說的就是 窟窿 一直 不斷的增下去 嗯 因為那可能就已經有一點精神上的 這個需要去找專業醫師了 就可能你 小小修 我覺得現在大家其實是接受的耶 應該 就是我怎麼講 我可以接 當然別人要怎樣 我可以接受的是 我不 我喜歡有植入的事的東西在 哦 被你摸到 對 我也摸過 哈哈哈 觸感如何 跟真實的比起來 哦 真的 哦 第一次摸到好新奇哦 可是你摸到是哪個年代的事 哪個年代 就是很久以前 結婚前嘛 一定是結婚前 他差一點掉入陷阱 真的 我的意思是說 聽說現在都很 自然 自然 沒有 但是我也聽過現在的男生講 他每次喜歡的 我們說 你怎麼都喜歡塑膠臉 他說因為那有花錢 看起來有花錢的感覺 比較尊重我 他比較喜歡 對 所以每一個人喜好 喜歡的不一樣 真的是不一樣 真的是不一樣 好 接下來我們的三姑時間 蘑菇要來介紹什麼劇 有一個劇 我其實抱著非常大的期待 打開它 什麼劇 叫做穿越時空任務 穿越五月時空 穿越五月時空 對我本來也想看 對 還好 它哪裡的 它是一個土耳其的劇 嗯 因為它在土耳其嘛 在伊斯坦堡嘛 然後我去過 我就很興奮啦 想說 天啊 我熟悉的地方 我一定要看 而且伊斯坦堡 來穿越有多美 因為太久沒有去歐洲 然後伊斯坦堡 又在歐亞連接的大陸上嘛 嗯 然後呢 它的故事背景 它原本是一個記者 嗯 這記者呢 去採訪了一個 當地很厲害的飯店 它曾經是皇宮這樣子 嗯 然後呢 那個地方呢 就是那種 東方 快車 嗯 摩殺案那個 對 的作者 它裡面有留下 哦 東方快車摩殺案 那個作者 嗯 的專屬的一個房間 嗯 在那個飯店裡面 嗯 然後呢 也有他們土耳其的國父 嗯 因為他們以前在二圖飯時期是英國 被英國統治嘛 嗯 然後後來發起革命 然後讓土耳其獨立 變成一個獨立國家的 國父 嗯 的一些活動什麼當年都在那個飯店發生這樣子 所以他們也有留下一個那個國父的呃 呃 照片 哦 臥室 就有點類似像博物館在飯店裡面 哦 所以就在那個房間穿越 對 嗯 他的記者呢 就是莫名其妙在某一天 他就說哦 會穿越 然後可能會回到當初的什麼1919年之類的 嗯 然後去 呃 幫助很多歷史事件 嗯 的必須發生是讓他發生嘛 嗯 然後為什麼 我就很愛看這種有的美的莫名其妙的奇幻的東西 為什麼我會說看到一半我就生氣不想看呢 因為他有他有帶Siri 因為 Siri 喂Siri 啊因為無縫有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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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因為這個女主角啊 因為裡面有土耳其冰淇淋 對沒有 那有土耳其槍擊大叔 哈哈哈哈哈哈 到底有什麼 這個女主角我不是說他是個記者嗎 是 他就穿越回去之後 因為他是那個東方快車謀殺案那個 那個作者 啊有姚可傑 哈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鬧哦 哭囉 哭囉哭囉 嗯 他是那個作者的粉絲 嗯 所以他就很興奮嘛 哦 他就回到過去的時候看到那個作者 哦 他忍不住跑過去跟他說 哦 你的每一本書都有都有看 那作者說你在說什麼 我還沒出 我的書根本沒有出版社想要出 哦 就很落寞就跑掉這樣 嗯 還該買下版權呢 對 那我就想說好啦 你這麼熱情OK沒關係 嗯 那其實他的行為是在破壞歷史發生嘛 哦 對不對 就不可以 他後來又去做了一件事 我就發怒 我就想說這真的太白目了 嗯 他跑去跟 就是有一桌那種 哦 劇情的開始本來是有一桌英國的軍官 就為了要羞辱那個 還沒有變成土耳其國父的那個人 他坐在另外一桌 那個將軍 他就說叫他過來 我們要請他喝茶 嗯 然後就叫人家傳話 然後那個將軍就很有骨氣的說 他們是客人 我才是主人 他們應該要過來 嗯 就不歡而散 嗯 然後這個女的有多半年 你看男人多無聊 呵呵呵 那個茶頭要來計較 這個女主角 如果我們是說你有餅乾嗎 那我要過去 對 那時候是國家的尊嚴 I'm sorry 這個女生呢 女主角有多無聊 他跑過去嗆那個英國的軍官說 你們喔 在這邊過得很逍遙嗎 一些戰寶過得很逍遙 我告訴你 你們好日子也沒幾天了吧 我告訴你 他將來啊 就會什麼革命成功啊 什麼什麼之類 就就預言就對了 然後這個 這個英國的軍官就跟那個 有點類似像 我們說的漢奸 的一個人說 剛剛那個女的講話 證實我的懷疑 我要想辦法處理掉他 免得後患無窮 我心想說 你在搞想 你給人家增加麻煩 我就不想看了 喔 就這樣 對 你也蠻容易被惹到的 我想知道後面 你這樣講 我想知道後面 你蠻容易被 是其他的沒有吸引 你看下去的理由嗎 他太氣了 他太氣了 完全是違反了那個 穿越時空的那個 基本規則 基本規則 你又是一個記者 你應該是有邏輯性的啊 對 更何況你是去破壞 你自己土耳其 國父 要即將要革命成功的 你去預警啊 你不是漢奸的奸細耶 你根本就沒有 要看他是哪一台的記者啊 哈哈哈哈哈 欸 對 OK 所以但是不知道後面怎麼樣 你就氣劇了 我跟你說應該是好看 因為他有兩劑 哦 他是影集哦 他是影集哦 我也以為是電影耶 他可以拍到兩劑 我覺得應該是會好看 但只是他這個行為 真的太白目 讓我很生氣 OK 大家如果不氣的話 不氣不氣你可以去看 穿越午夜時空 不好念耶 穿越午夜時空 已經到第二集了 蠻特別的是土耳其的劇 對啊土耳其劇 但我想問你們 你覺得我要去試 土耳其冰淇淋嗎 哦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試 試驗自己EQ的東西耶 我覺得先把老闆打昏 我覺得 因為我應該要對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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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謝謝大家收聽收看了 拜拜 拜拜 就愛點你 UFO